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1月27日星期四 我这个视频呢 想接着跟大家讨论 关于郑爽代孕弃养的这件事 所引发的讨论当中的代孕的这个问题 首先我想说一下 观众朋友在看我的视频的时候 如何看待 我有时候在视频里面我会说 什么事情我不太了解 我不清楚这个是怎么回事 那个是怎么回事 我有时候会说这些 比如说昨天我一个视频里面 我就说了美国的一个吹哨者 他是一个什么吹哨者呢 他就吹了一个 美国在一个对待恐怖分子的一个监狱里面 他们推行了这个水凳行 那了解水凳行这件事情的一个 CIA的官员 他就吹哨揭发了这件事情 那我在那里面 我说了这个监狱的名字叫官地魔 那有网友就说 你连这个名字你都说错了 你还来说这件事情 你最好是把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再出来说 我想说这位朋友 你太较真了 我只是在说这个吹哨人 他吹了一个什么上 至于说那个监狱 他是在什么地方的监狱 他的这个水凳行的细节是什么 不是我讨论的内容 我顺便就说了一下那个监狱的名字 那个监狱的名字呢 我确确实实是说错了 不代表我不知道这个监狱啊 这个监狱的名字呢 我一直他的英文发音发不但好 我就记不住 比较绕口 他的英文呢 他叫观他拿摩贝 是英文全称是这么一个 我呢一直发不好这个音 有时候我想起来的时候呢 我就想哎翻译成中文叫什么来着 我就记得第一个是观 最后一个是摩 然后呢我就想哎 中间好像是观地摩吧 其实是观他拿摩 是这么几个音节的 但是呢这个跟知识积累 其实没有关系 什么叫知识积累啊 这个监狱我知道 我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这个水凳行 是在那个恐怖分子那个监狱里面使用的 我就是想说这个 监狱的名字不重要 但是我毕竟是说错了 不应该说错 我应该说哎 我不确定那个名字是什么 那这个说回来了 就是我经常会说 哎我不确定那个名字是什么 哎我不知道那个名字是什么 哎我不知道那个监狱在哪里 哎我不知道这个监狱 为什么是建立了 哎我不知道谁发明了这种水凳行 我有时候会经常是说这些 因为我做这个视频是没有稿子的 没有事先经过反复推敲 反复整理稿件 没有这么一个过程 我只是呢就有了这么一个新闻 我就有这么一个新闻 然后我想一下我有什么要说的 然后我就开始说了 那说的过程当中 牵扯到一些东西 我就会哎这个监狱的名字 我记不清楚了哎 这个监狱的名字我不清楚哎 这个监狱什么时候见的我不知道哎 这个表示了我很诚实 我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 我不像有的人比较装 不懂装懂 掩盖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我从来都不 我从来都不掩盖什么东西 其实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 但是呢 我知道有一些人呢 就是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讳莫如深 就怕别人知道你不知道 当发现别人不知道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就对别人猛烈攻击 而实际上我是在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呢 有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不重要 明白吗 这是你为什么来看待 我在视频里面经常会说 这个我不了解 那个我不清楚 这个我不确定 凡是我在视频里面 我不确定的那些东西 对于我要阐明这个观点 都是不重要的 比如说郑爽的这件事情 他和张恒之间是怎么回事 他到底是男女朋友关系 还是一个婚姻关系 到底是什么时候是离婚了 还是分手了 这些对我说这个问题 全都不重要 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是想说 我是支持这个代孕的 我认为代孕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好禁止的 它是一个新事物 任何一个新事物出现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人不接受 或者说会有大量的人不接受 但是并不代表着这件事情 就不可以存在 即便是暂时 它不可以存在 不代表是将来就不会存在 比如说 我就记得希拉里 她竞选总统失败之后 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我们已经胜利了 因为在我妈妈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代 妇女连投票权都没有 有很多事情在以前是伤风败俗的 但是到后来就成了一个社会的常态 你比如说同性恋 你比如说变性这个问题 对吧 哇在以前这就是洪水猛兽啊 中国有一个明星 他叫金星 金星就是由一个男性的身体 变成了一个女性的身体 金星当初他在做变性手术的时候 当时的社会对这个变性是绝对不容的 他得顶多少压力啊 可是现在呢 现在人们就接受了 现在做变性手术的人越来越多 还有同性恋 如果在以前的话 这个同性恋绝对是为社会所不容的 它就是怪物 可是现在呢 有很多国家已经是允许同性恋的婚姻了 所以任何一个社会当出现新生事物的时候 肯定会有一个被接受的过程 代孕这件事情我知道现在在中国 掀起来很大一个波澜 有很多人对代孕这件事情呢 是不赞同的 但是我认为我是赞同的 我认为代孕没有什么 代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为那些不能亲自生孩子 或者不想亲自生孩子的 给了他们一个可以有后代的机会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 有的人就是说 你代孕 你得有正当的理由 我不认为代孕还得有个正当的理由 我不想生孩子 我不需要理由 我不想生孩子 我就不想生孩子 不需要理由 我不想生孩子 但是我又想要一个孩子 这也不需要理由 说我不想生孩子 我想要一个孩子 我想找别人来替我生这孩子 这也不需要理由 这是一个完全个人的一个决定 不需要理由 它也不妨碍别人 但是什么需要理由 什么是社会所应该不允许的 说你代孕完了以后 随时你想不要这孩子 就不要这孩子 想怎么处置这孩子 就怎么处置这孩子 这不行 这绝对不行 这是社会所应该拒绝和抨击的 社会所拒绝抨击的 不是代孕这件事 而是弃养孩子这件事 而是如何来对待这孩子这件事 社会应该保护的是 这个代孕产生的这个孩子 我甚至觉得 代孕商业化也没什么 因为你代孕 它毕竟是一个操作嘛 是需要别人的配合别人来付出时间和劳动的 那付出时间和劳动 然后得到报酬 这再正常不过了 为什么要不允许 为什么别人提供这种服务 就一定要无偿的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代孕是可以有的 代孕商业化都是可以有的 但是他的弊病怎么来避免 那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这是社会应该进行讨论的 这是政府应该进行规范的 代孕所产生的那问题 不是代孕这件事所必然的 比如说弃养 弃养是代孕所必然的吗 打胎是代孕必然的吗 郑爽说呀 在能打掉的时候 他希望能打掉 对吧 但是他说那话呀 真的是很冷血 他说打都打不掉烦死了 这话真的是挺冷血的 但是能打掉的时候 可不可以打掉 在中国是允许打胎的 在中国打胎 只要是安全的 中国是不禁止的 对不对 有些国家禁止 有些国家就觉得说 一旦这个精子和卵子 他结合了 他就是一个生命 你就不可以把他打掉 流产都不可以 那种早早孕时期 很早很早的时期 你要把他打掉 你把他终止都不行 有的国家是这样的 那有的国家就是允许的 对吧 堕胎就允许 为什么代孕的 就不可以堕胎呢 他应该是可以的呀 你到底是对郑爽的 这句话有意见呢 还是对郑爽 想堕胎的这件事有意见 我认为是郑爽的 说打都打不了 真他妈烦死了 这种 我觉得这种冷血的 这种态度 让人鄙气 但是并不是说 他要打胎这件事情 让人鄙气 不是 他可以选择打胎啊 假如说他自己怀孕呢 他要去打胎 你们还要抨击他吗 自己怀孕就可以打胎 为什么代孕就不可以 这不是双标吗 为什么 没有道理啊 那弃养这个 不是绝对不允许的 那弃养又不是代孕必然的 或者独有的 你就算自己怀孕生了孩子 亲生爹妈 有没有欺养的 有的是那种年轻 生了孩子 或者偷情 生了孩子 不想要 扔到垃圾桶里的 都有啊 都有的 那自己生的 都会有这种欺养啊 欺婴 难道都是代孕产生的吗 没有代孕这件事 之前的欺婴都多了去了 从古到今都有的呀 它不是一个代孕 必然的和独有的 为什么要杜绝代孕这件事情呢 所以我就认为 如果说选择代孕的父母 是有爱心的 是真的想要这个孩子的 这件事完全可以有 但是它的弊端 它欺养这个问题 是一个社会问题 社会如何来杜绝它 这是社会应该想办法 来解决的问题 而不能因噎费食 有没有人吃饭噎死的 也有对不对 你能因为这件事就不吃饭吗 你不能啊 所以说我是支持代孕这件事情的 我也支持代孕商业化 我认为没有问题 没有什么不道德 代孕有啥不道德的 欺养不仅不道德 而且违法 代孕不仅不违法 它也没有什么不道德的 当然有的地方真的是有这法律 据说现在我也不是很清楚 据说中国有这法律说是禁止代孕的 如果你没有特别的原因的话 你是不可以代孕的 就像郑爽的这件事 它是不可以代孕的 但是呢 现在就有一个法律的空子 它钻了什么法律的空子 我没有在中国代孕啊 我在美国代孕啊 那是不是中国的法律管辖的范围呢 这是另外一回事 就好比说 我认为堕胎没什么 我支持堕胎 但是有的国家 它不准许堕胎啊 那你就不能堕胎吗 在那个国家 那我今天我说 我支持代孕 那有的国家规定说不能代孕啊 那也不能代孕吗 在那个国家 对吧 不能违法啊 遵守法律这是前提 这是大前提 好 关于这件事情 我就跟您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前提 请您的朋友们 地囐全是 要不要担心 做患 期待 听 完